随着不懂球的胖子,回归到侯平州,向秦之间也是回来指导女平,李小霞也是有望复出,如今大魔王,张怡宁是被收予新的海外任务。 然而如今39岁的张怡宁却放下女儿和丈夫到巴布亚新几内亚,相反的她大20岁的丈夫也同样如此。 此次,北京时间11月16号,国庭市传来一个消息,那就是退役多年的张怡宁,一直都是做解说,或者在家照顾女儿,但是最近是终于放下家庭,重新出现在球馆中,而这次她的身份是变了,是成为一名教练来培训国外的球员。 据悉,这次张怡宁被授予的任务,是远赴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国乒乓球学院指导,巴新训练中心的国外球员。 明显这次的指导工作是为了展现大国的气度,在乒乓球领先的领域上帮助后起的国家,从现场的照片能看到,虽然是国外的球员,但是张怡宁还是一如既往的认真, 并没有因为肤色和国籍差别对待,这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。 不得不说,这次回归赛场执教师张怡宁自从2011年退役后,得首次成为教练的新身份,而其实如今39岁的她也是放弃了许多,比如是悠闲的少奶奶生活,6岁的女儿翘翘,还有比她大20岁的丈夫徐薇。 因为这次之旅是远复活外之旅,所以长时间是无法陪伴家人了。 但其实张怡宁也是做好的心理准备,一方面她作为乒乓球医员,也是相当希望购献自己的力量。 而另外一方面女儿翘翘,也是长大了要上学和家里人的照顾,还有一点就是必须和丈夫分离一段时间。 然而这个已经并不是问题了,为什么会与丈夫分离两地不是问题呢? 其实其中的原因是让人感到有点难过,当年与比自己大了20岁的富商徐薇结婚就受到很多的争议,毕竟两人年龄差距太大,而且才相处了一年的时间。 从这些年能够看到,作为前美国硅谷人,如今是金融界的名人。 徐薇是十分忙碌,并不像王楠的老公郭鞭,郎婷的丈夫那样,每天都陪伴着他们。 徐薇是自从结婚以来一直都是没有带着家人出现过在镜头面前,所以是极其神秘的。 而且由于在香港和北京都有着自己的事业,所以基本上她都是需要两边跑。 在家里的时间是很少,基本上都是张怡宁带着女儿,所以一直都是处于半乡隔两地的状态。 而这次张怡宁远赴海外工作,其实对于他们的状态也并没有很大的影响,所以虽然无奈,但两人为了各自的事业和梦想都在努力的打拼,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状态。